问起能够代表香港上世纪末的美女有谁 那么张伯芝一定是榜上有名的人物 熟悉张伯芝的人都非常清楚当年她也是妥妥的一位逆天美女 当年她凭借自身的容颜更是不少男士心目中的那一位女神 当年张伯芝嫁给谢霆锋其实也是引起不少的轰动的呢 问起能够代表香港上世纪末的美女有谁 那么张伯芝一定是榜上有名的人物 熟悉张伯芝的人都非常清楚当年她也是妥妥的一位逆天美女 当年她凭借自身的容颜更是不少男士心目中的那一位女神 当年张伯芝嫁给谢霆锋其实也是引起不少的轰动的呢 其实直到张伯芝与谢霆锋离婚以后她也是深受大众的关注的 而不久前张伯芝突然的公布自己生下第三胎的事情更是深受大众的关注 虽说如今距离这件事情已经是过了蛮长的一段时间 不过这孩子生父的身份仍旧是没有公开 而这也因为让张伯芝备受媒体的照顾 近日港媒爆料张伯芝孩子的生父是周星驰 仪式也是让这两个人再度活跃在大众的视线中 众所皆知张伯芝与周星驰其实也是合作过很多次的 可以说张伯芝是因为周星驰的喜剧之王才大红的 而大众对于周星驰是张伯芝丈夫的消息 其实很多人也是感到无比的凌乱的 张伯芝与周星驰当年合作喜剧之王 在这个消息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张伯芝的官方也是再度出来回应 其实所谓是周星驰是张伯芝孩子父亲的事情 完全就是这些无良媒体的遐想 其实在周星驰这个不时消息传出来的之前 传出来的张伯芝与谢霆丰富和也是闹得沸沸扬扬 不得不说这些媒体实在是太关心张伯芝了啊 在这个消息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张伯芝的官方也是再度出来回应 其实所谓是周星驰是张伯芝孩子父亲的事情 完全就是这些无良媒体的遐想 其实在周星驰这个不时消息传出来的之前 传出来的张伯芝与谢霆丰富和也是闹得沸沸扬扬 不得不说这些媒体实在是太关心张伯芝了啊 其实对于张伯芝而言 如今他不仅有三个孩子还有一个爱他的丈夫 这样子的生活真的是无比的圆满的 而他们张伯芝这方不愿意公开孩子父亲身份 其实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对于深爱张伯芝的人来说 其实只要他现在的生活能够幸福 就是他们最期望的事情了 张伯芝与周星驰相隔20年再度合作 新喜剧之王